两则新闻都是来自美国的ABC 编辑门简单 因为都是说类似的东西 这个第一个 发表在2024年5月9日 当地时间8点42分 转述美联社 在Sanical 有波音737 当时载着85个人 着火 滑出跑道 10个人受伤 看看有没有照片 85个人受伤 当时的飞机 不知道要去哪 不管了 这是737-300 为什麽着火 不知道 这些受伤者就已经 去了医院 为什么说很相似 大家看看标题 在2024年5月9日的8点58分 前面这个就是8点42分 这个就是8点58分 相价十几分钟 有另外一架 这架是土耳其 就说没有人受伤 190人在飞机上 就逃了出来 因为降落时就爆了 车 波音 你们搞什么 这里有另外一个 我会和大家看看图 这两个图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门开了 有一个逃生 即时逃生 这边有一个救火车 可能就是火警 波音 这次你真是被人诅咒 你所谓的 boing course continuous 继续 短短 继续报道时间 接下来有十几分钟 两架波音飞机 一架是737 300 另外一架是13 800 这架公司真是 今年大祭